另外再来看到则是轻巧的航拍机 不使可以到达一般人无法进入的区域 而且可以拍下高清画面让许多玩家爱不释手 不过操控航拍机是有限制和风险的 需要民众特别留意 继续我们就来看由McDonalds荣誉赞助的 2017年东森又用小主播选拔赛 欢迎收看东森新闻 我是小主播Kate 现在航拍机满天飞 安全成了隐忧 许多人都希望能够飞上天空 随着科技进步 现在只要花几百块美金买一台航拍机 就可以轻松拍下天空中美丽的画面 不过却比以前更容易发生空中意外事故 或是侵犯到民众隐私 更严重的是操作人还要小心 可能被警察抓被灌起来好几个小时 等待调查结果没有违法行为之后才会被放出来 因此提醒航拍机玩家都要小心手法 很多人都希望直接用手机就能控制一台航拍机 飞上天空随意拍照看风景真的很好玩 不过却有很多人不知道包括白宫 机场与军事单位 很多地方都禁止航拍机随意起飞 更不允许拍照 除此之外天有不测风云 航拍机还要小心 突如其来的大风造成偏离航道 结果撞机或撞房子的情况发生 因此建议民众在使用的时候 都要选择风不大的好天气 以及合法空旷的户外场所 才能避免意外发生 以上是东森新闻 又有小主播在洛杉西的采访报道